我妈呢就是典型的不重视健康 她是一个特别爱喝酒的人 有的时候我就劝她 你不能总喝这么多 不然就是迟早有一天 你就把自己喝进医院了 结果后来真的有一天 我亲戚给我打电话 说你快回来吧 你妈喝酒进医院了 给我吓完了 我说那是急性胃炎呢 还是酒精中毒啊 她说不是 你妈喝多了踹电杆 那把脚崴了 你看 我就说喝酒有害健康吗 然后我就赶紧坐飞机 回去看我妈呀 到家一看啊 就是那病房里 我妈孤零零的一个人 躺在病床上 然后周围全都是仪器 嘴里面插造成管子 当时我就泪如雨下了 我说不崴脚吗 咋这么严重呢 走进一看 管子的这头在我妈嘴里 管子的那头插这瓶啤酒 就那次之后吧 我就感觉不行 就她这么个喝法 那身体指标肯定就有影响了 尤其就是喝酒 对伤肝嘛 对肝脏健康影响非常大 我就赶紧带她去检查了一下 检查这个肝脏的问题 然后收到报告后一看 我就跟她说 我说你看你现在喝酒喝的啊 你注意点你的肝吧 你现在转按没高 我妈特别高兴 说你看我身体好吧 我转按没高 什么是转按 哎呀就跟我气的呀 我说那 但是也还行 至少就感觉我妈心理上倒挺健康的 但是 但是我跟我妈就不一样 我这个人就是特别重视自己的健康 但是我舍不得花钱 我前两天真事 我在外边摔了一跤 我那个尾巴骨摔了 特别地疼 就疼了好几个月 有的时候严重的就是我一坐下就站不起来了 我挨了很长时间 我终于下定决心就去检查一下的 我的大夫一说得做核四共振 我说多少钱 他说完那个时候我蹦就站起来 你就说人家大夫还是专业 就是不用治 哎 好了 但是你们不要看我口 但是有一个钱我是绝对不省的 就是我是定期去体检 说要体检啊 其实我从小就特别害怕体检 因为我从小我就胖 而体检需要量体重 而且那个体重秤 会用超级大的声音爆数 要是赶上学校组织 在学校大厅里体检 还有回声 就咱也不知道 它怎么能有那么大动静 就感觉整个教学楼里 都环绕着代表我体重的那个数字 李雪芹 身高167厘米 体重 你们是不是都给人等着听我体重呢 我小学的同学们就跟你们一样 就给人等着听 所以我特别不喜欢体检 然后体检一般是量完体重 就叫量血压 我每次体检量血压都高 我妈吓坏了你知道 这小小孩啊 年纪不大怎么血压还高呢 这孩子不胖呢 但是我可哪就寻疑问药啊 但是啥毛病也查不来 最后领我上沈阳最大的医院检查了 医生得出结论 说我体检的时候血压高 是因为紧张 那玩意儿你说你当众 报体重 谁能不紧张 现在有很多人不喜欢体检啊 就是怕没病查了啥病来 但我感觉这是一种误解 因为没病不可能查出病 只有在你没有症状的情况下 及时查出问题 这其实是一件好事 有一个成语在东北是这么说的 叫防患于胃炎 不仅是胃炎 长炎 肝炎 无论什么炎 只要早发现那都不是事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定期体检 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谢谢大家 待会儿略解